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荣耀的早晨 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荣耀的主 一粒埋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他人就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 被拥挤 就必解除许多次力 经历生命的袭击 一粒埋子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他人就是他自己 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 就必解除许多次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不论过了多少 veces 祝我愿意 祝我愿意 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拯救祢之意 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 祂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无论过了多少时候 祂仍就是祂自己 祂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 就必解除许多自利 经历生命的奇迹 祝我愿意 祝我愿意 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 世上生命地盘的生命 祝我愿意 祝我愿意 放下自己为赢得的权利 祝我愿意 在我身上拯救祢之意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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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拯救祢之力 祝祢的护照 护照如此崇高 宗子和的渺小 毕竟飘看翅膀 抵肩神的荣耀 护照如此崇高 宗子和的渺小 毕竟飘看翅膀 抵肩神的荣耀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放下自以为赢神的荣耀 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拯救祢之意 主这个早晨 这是我们向祢的敬拜与祷告 主我们要再一次对祢说 主我愿意完全地谦卑自己 主愿祢兴旺 愿我衰微 愿在我们生命里面 看见祢的旨意被成全 谢谢祢带领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荣耀的主愿 每天早上起来 我都跟你说 主我愿意 不论我昨天经历 是高山还是低谷 让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都凭着祢的慈爱 凭着祢所赐给我的盼望跟信心 对祢说 主我愿意 求祢带领我 求祢扶持我 求祢吸引我 快跑跟随祢 不论我在好还是坏的状况里 主我愿意 谢谢主 愿祢今天在我身上的旨意 能够彰显 能够成就 让我今天心中的眼睛被祢打开 灵里面的耳朵被祢打开 看见祢的良善 听见祢的温柔 以至于我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 来跟随我的主 谢谢主 求祢悦纳今天早上 我们在祢面前的敬拜 跟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 阿们 感谢神 又是神充满恩典荣耀的一天 我们来看神 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经文马拿 今天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三章 一到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 要告诉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一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乎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圆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圆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唯有圆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称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恶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自身入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入体 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入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 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做了这事 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深处也受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征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的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 不可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生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酥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你本是成土 那要归于成土 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因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 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 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督伯 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我们看见这个魔鬼的轨迹 魔鬼的轨迹就是要破坏 我们对神的信任 我们看到亚当夏娃 遇到人类史上第一宗的 诈骗集团的受害事件 你有遇过诈骗集团吗 接过那种电话 诈骗电话 我们来思想一下 人为什么接到这个诈骗集团的电话的时候 会惊慌失措 然后做出愚昧的决定而被欺骗 然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因为接到诈骗集团电话的时候 他在挑战你的安全感跟信任感 你觉得你的钱存在银行好好的 你觉得你的孩子平平安安去上学 怎么可能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呢 所以你开始对银行失去信心 你开始对司法机构失去信心 你开始对学校的系统失去信心 你失去了安全感 失去了信任感 所以你就慌了手脚 你就开始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 就被魔鬼欺骗了 魔鬼的轨迹就是要让我们不再信任上帝 让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吩咐 不一定完全都是对的 最好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做决定 上帝的意见有时候参考就好 我们看见这个魔鬼引诱亚当夏娃说 其实神啊 让你们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不是真的都对你好 弟兄姐妹注意了 神他常常跟我们的关系被破坏 出于魔鬼的轨迹就是魔鬼所行为来破坏 我们不再完全相信 神对我们是一位良善的神 我们不再完全相信 神对我们一些的吩咐提醒跟带领 都是为我们的好 我们开始觉得神可能没有对我们那么好 甚至觉得神只是想要控制我们 神好像是一个掌控款的上帝 所以我们开始想要脱离他 经文说 这个他们以为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就能够如神一般能够知道善恶 如神一般 那个如神那个神是复述的 认为亚当夏娃认为 他们自己他们两个也可以像神一样 知道善恶就是他们可以自己来决定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我为什么什么都要听神的呢 我干嘛什么都要听圣经的呢 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吗 难道我不会判断吗 我为什么凡事都要求告神呢 我自己决定就好了 干嘛那么麻烦 对不对 遇到比较困难的事 再找上帝就好 因此他们决定怎么样 自己来做神 如神一般自我中心 把神踢到旁边去 弟兄姐妹 不要中了魔鬼的轨迹 魔鬼的轨迹就是要让你 对上帝的信任感打折扣 要让你觉得上帝不一定都设想的很周全 也要让你觉得上帝可能只是为了操控你 掌控你 你好像被上帝限制失去的自由 这是魔鬼的轨迹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第二个我们看见当我们人犯了罪之后呢 我们彼此之间对神的信任和对你生命中亲密的伙伴的信任 都会大打折扣 其实呢赤身露体这个字 跟蛇它是狡猾的狡猾这个字 希伯来文是一样的 很有意思 因为那个蛇它这个没有毛嘛 光溜溜的很像赤身露体 希伯来字是同一个字的 原本呢亚当夏娃面对神 还有面对彼此的时候 他们赤身露体 完全敞开 没有隐藏 他们很有安全感 很有信任感 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但当他们犯罪之后 他们就不想让别人 也不想让上帝 看见他心思意念里面隐藏着什么 在想什么 所以呢 他们就用五花果树的叶子 折自己的身体 神来找他们的时候 五花果树不够折嘛 他们就躲到树木树林里面去 不让神看见 因此呢 魔鬼的诡计 就是要让我们不愿意对神敞开 也不愿意对我们周遭 我们亲密的人敞开 我常挑战弟兄姐妹 你敢让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知道你手机的密码吗 你的line里面有没有秘密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里面 就是有一个五花果树的叶子 遮住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躲在树林里面 遮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魔鬼的诡计要让我们 失去对上帝的信任 失去对人的敞开 对神的敞开 第三个我们看见魔鬼的诡计 就是要让我们生命里面 在许多的劳苦 许多的困苦里面 没有力气 也没有心思意念 再去 恢复跟神的关系的念头 生活已经够苦了 还恢复什么跟神的关系 就免了吧 这也是魔鬼今天 在对付我们的一个诡计 最后我们看见 魔鬼的诡计 就是要让人不要悔改 我们犯了错犯了罪 我们软弱跌倒了 第一要紧的就是 赶快悔改 但是从我们刚看见 这个经文里面 亚当夏娃他们没有要悔改 亚当立刻给他的妻子 取名叫做夏娃 夏娃的意思就是活着 或是生命 因为神说你们吃这果子的日子 就必死 但是亚当决定要抗命 他说我们不会死 所以他帮他的太太取名叫做夏娃 就是说你一定会活着 我们都会活着 而且你会成为众生之母 众生命之母 甚至他们想进一步 要去偷偷的 再去把生命树上的果子也吃了 代表说我只要吃着生命树的果子 我必不死 我不悔改也不会死 天哪 神一定要拦阻他们的 因为不悔改而永远不死 就永远在罪的痛苦当中 这就是地狱 所以神不愿意他们一错再错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要试破魔鬼的轨迹 其实这个属灵的诈骗集团 每一天都在对你的生命 做这个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 我们却还不自知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做个聪明人可以吗 警醒一点 不要再被魔鬼骗来骗去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离开一切自我中心 我们要再次的相信神对我的教导 都是爱我的 恢复我们对神的信任感好吗 我们同生来开口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 Hallelujah 主我们敬拜祢 让我们离开一切自我中心 恢复我们对神的信任感好吗 神啊 祢对我一切的教导 都是为我 都是爱你 让我们再活在自我中心里 持续对神的依赖 持续对神的信任 让我们活在神为中心里 愿意顺服神 被神的祷告 被神带来 Hallelujah 亲爱的父神 这个早晨我们向祢来祷告 主愿祢的话语 亲自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主祢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照亮我们的生命 这个早晨 让我们从自己的眼光转向祢 让我们的心连结于祢 主愿祢所喜爱的人 你必会来管教 愿我们生命有个谦卑降伏的心 愿祢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谢谢主带领我们继续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魔鬼的工作 魔鬼的轨迹无所不在 它会破坏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犯罪软弱之后 才会互相推卸责任 把责任丢给别人 怪罪别人 我们来祷告也来悔改 恳求主让我们愿意真实的坦诚 来面对他人 面对自己 彼此认罪 彼此接纳 不要让魔鬼继续在你的家里面 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 见缝插身 我们同声开口 回到主的面前 我们开口来祷告 Hallelujah 主我们敬拜祢 主啊 让我们 主啊 攀陈 来到你的面前 彼此认罪 彼此原谅 彼此接纳 主让我们 不让魔鬼继续破坏 我们跟家人 跟弟兄姐妹 跟同事 跟伙伴之间的关系 主 谢谢祢 主啊 祢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我们要向祢献上感谢 主啊 谢谢祢 使我们能够因着祢的恩典 也能够学习彼此认罪 彼此接纳 就如同祢 接纳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一样 主耶稣 这时候孩子 想祢仰望 求祢来调整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实坦诚的人 在与人互动彼此相交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都能够存着一颗真实坦诚的心 来面对我们身边的人 主耶稣 也求祢教导我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彼此接纳 不要论断 主啊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遵循祢的教导 能够真实活出一个 主啊 对人对神 对我们自己都能真实坦诚 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 主啊 帮助我们 谢谢祢 祷告奉耶稣的名 最后我们再做一个最重要的祷告 让我们谦卑悔改 来到神的面前 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 千万不要像亚当夏娃 他们不悔改 还想进一步的去偷生命树的果子 弟兄姐妹 我们在软弱地方谦卑悔改 神就愿意重新给我们机会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祷告 开口为自己祷告 Hallelujah 主 我们在祢面前 承认自己的软弱跟过犯 主 我愿意谦卑地 来悔改认罪 求祢把我扶持起来 求祢让我重新回到祢的圆里面 重新回到祢祝福的计划里面 重新回到祢的皮干的道路上 主而不是主啊 拾目悔改 逃躲命 主啊 最后我们就继续被魔鬼 牢牢牢的传扣住 被最牢牢的挟制住 主啊 救我们 神灵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 祝我们赞美祢主啊 今天我们谦卑悔改 降伏在祢大能的面前 仇敌的轨迹是要叫我们跌倒 但祢的旨意是要叫我们 在失败之处再次站立起来 并且站立得稳 主我们赞美祢 谢谢主 是的 让我们再次说 主我愿意让祢在我生命中 重新掌权作王 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哈利路亚 主我愿意 主我愿意 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 世上生命迷范的生命 主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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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自已唯一大各全力 在我身上成就一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